看看这一脸显瘦的表情 你们就应该知道这又是一步正经 且看将军世子如何舍战群 那天敌方法律金军 西流 故事呢是将手一 这位眼下有颗美人质的小哥叫燕正 是护国将军的独生子 更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超级狠 鱼池里不但有高高在上的狗 他有权清朝野的灭政党 古灵盟主 甚至是贴身侍卫也不放 每天都过着清囊相受的日子 好不太 但也是因为这一身绝活 此前他突然顿了 下辈子说什么 咱也不能再当他 或许是执念太深 让他在奈河桥上没喝梦过的汤 反正是稀里糊涂突然复活 此刻苏醒的他看着 双手愣愣的演戏出神 这是主魔肥师 我不是死了吗 就在这时马车前传来呼喊 少爷 少爷 你愣着干啥呢 然而无意他的出事 所谓的朋友的祝诺 燕昭这下可以肯定自己争斗 咱们这是去哪 小耗子听此一问了 今天可是明耀一日战四郎的大日子 武士要去找房上白日宣明 傍晚去和摄政王拼刺口 接下来晚上还得去跟发能主优估 对了还和苏侍卫说好 今夜要双处双飞呢 此刻燕昭整个人都少 脑海里出现出 被四个老公男上加难道 我太难道了 我重生在了人生修罗场的分水里 不行 这一世咱可得吸取教训 毕竟上一世被谁杀死都不知道 可得离至四个人远远 想到此处 他惊慌地抓住小耗子的衣服 咱们立刻掉转方向 去祖宅 伴随着马车的聪明 燕昭的脑细胞在飞退运转 虽然不知道为何去重生一世 但即来之则安之 眼下的第一步 就是先避开原定在今日战四郎的门府 他掀开门连 把写好的信件交给小耗子 并叮嘱他 这四宗信 你回去分别交给摄政王 皇上 发盟主和父亲 让他们都别等我 千万别给自忘 期间无论是谁 哪怕是我父亲问起我的句话 就说我娘亲昨日脱帽 让我回去看看年迈的旧家 切记 千万不要搞死 待人走后 燕昭心里止不住的人 但愿这番操作 能让我彻底改变前世命名 此时他突然想起自家老爹曾说 舅舅得高望重 曾手握燕家军补运 燕太后都得进他三次 但舅舅为人低调 受伤后便回祖宅修演 而自己也不曾见过这位舅舅 希望此行一切顺利 他心里盘塞着各种好好舅舅的方式 只求倒是舅舅能让他扛过死 只要躲过了眼下的这道难关 之后再悄悄查找出 自我死亡的真正凶手 就在这时 每次这样一个急伤 把燕昭直接从马车里舍 让其与青青草原来的亲密接触 燕昭痛苦地捂着 哎呦歪 怎么停的车 你怎么不直接甩背我 等等我手里按着 这是什么玩玩 结果这个什么玩玩假话 招儿 你怎么会在这 燕昭闻言一惊 他抬头望去 竟然是今天的二号种子选手灭正 擒发 看着对方邪魅的笑容 燕昭脚底生死 无尽的噩梦从脑海中衣服 拥有一夜战四郎称号的超级 死后突然重生 为了不重蹈覆辙他提同跑路 去投靠自己那数位蒙面的平衣究竟 结果被二号选手 封替灭正王碰个正法 秦霸 是第一个发现燕昭海王身份的人 对于背叛 他也是灵中人 上一世他将燕昭贴满王 并且杀了燕昭的所有随从 随后缓缓走向躲在对边的燕昭 嘴里还领难道 招儿 我终于找到你 吓得他挡荡低下 明明说好的各取损虚 结果最后他竟然要杀我 秦王温柔地捧住他的嘴 招儿 怎么滚不爽射 本王问你为何出现在这儿 你怎么还发起来了 燕昭立马调整好心 舅舅深刻抱怨 招儿是奉命来尽孝 看着因为自己鼓务而颤抖 秦放心中莫名的有些恼嫩 西北那边的战士部 本王也想请你舅舅出山 不如一逢前往吧 燕昭听到此处疑了 脑海里简单地做了一下复盘 前世这一天 秦放在跟我赴约前来找舅舅 可秦放如此野心勃勃地 到我死的时候 也没有听说在西北战事上获得好复 莫非是其中出了变味 见对方久久没有回 秦王直接把脸怼上去 招儿 今天脸色好差 出了这么多汗 不愧是做了什么灰心事了 燕昭赶忙撤退 另一天热之油搪塞了过去 走吧 不是要去见我舅舅吗 爹爹说阿娘生前 舅舅跟他关系最好 兴许我撒个娇就能帮上王燕能了 秦王又揉了揉燕昭的头 那我就先谢过招儿了 画面一准 俩人就来到燕昭舅舅的图 看着满院子要考武放眼的架势 燕昭真怕自家的朋友舅舅对手合腰 二位请随老婆来到正厂室 就见一个白发老者 正背身对着他们 燕昭一个非奔就上去了 嘴里还喊 舅舅好 我是你的大侄子招儿 接着就是事先准备好了 这一顿操作行 老者被燕昭的神操作下的连连货 小少爷有心了 老婆惶恐了 燕昭尴尬的更被野贫问了 老婆 老婆 忽然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陈叔 既然小少爷有这份心 你就别推却 燕昭文言回头望去 只见此人身材高土 容貌端庄 自身散发着陈叔的寂寓气息 您是 我那个便宜就得 这也推年轻了呀 不是说好跟我一样是老奶得子的 这时男子向秦王行 秦王也没想到 凌将军显客却如此年轻 若是让京中众人别知 说没得怕是要踏破了门塔 男子表示 王爷您又赞了 您所求之事 在下都已知己 但今日是族中祭祀之人 实在是不便多了 还请王爷 秦王呵呵一笑 将军这是要逐客 男子讲话了 王爷你可莫要多谢 只是族中祭祀礼数繁多 实在是分身法术 此刻燕昭赶紧过来佛西门 是啊 王爷日理万机 舅舅也是怕污了王爷的时间了 而且我与舅舅也有好多话想说 说着 还一脸求助的 看向了自家的便宜舅舅 秦王宠义地敲了敲燕昭赶的小脑花 刚还说要帮我 这回倒先替你舅舅干 爸 那本王爷不多打扰 说爸转身就负 只是心里产生了一点 第二个还真稀奇 燕昭竟然没有像往常一样黏着本 此刻燕昭却在暗自庆幸 没想到随手一时 就逃过了今天的修罗场 还有这便宜舅舅 竟肯为了王 这么俐落地就把王爷赶走 看来我这个便宜舅舅 果然是个可靠的大人 看看这小屁股 还有这卡兹兰在同口的大眼睛 哪个舅舅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他最终在一生一生的舅舅中 淋湿了自我 并决定将一身绝学倾囊相授 授这个字要化下重点 后面会跑 故事呢是将沈一 聂正王走后 舅舅讲话了 你平白无故造访所无推逝 考验海王自我修养的时候等 前些日子因醉酒误实 我得罪了聂正王和陛下 怕他们最近能拥有我 我就想跑出来先躲躲 等他们愿起笑了 我再回去 舅舅似乎察觉到了哪个对劲 为何不找你父亲出面 好我这来又要躲到什么时候 影帝昭继续打 我怕父亲他打我 而且那种事实在是说不出口 你这么说舅舅我可不信 你父亲那般宠明 怎么舍得真单 还有你与圣上两小无猜 又都是聂正王的学生 关系如此密切 这其中怕不是有些误会的 燕昭听词都应了 拳头应了 身为海王的我当初也是这么想 可结果呢 他们是怎么说的 一个个都说爱我 却又不能接受我的花心 爱我不就是要接受我的全部吗 结果一个个掉转枪头就要杀我 突然燕昭好像又想起了一点东西 好像是有人偷换了我的心结 这些信的笔记甚至与其习惯 都从我一模一样 只是内容却完全不同 不仅有七军犯上的不敬之言 还一族刺杀情犯等 到底是谁替换了我的心结 想要害我 这一世 无论如何不能再重蹈罪证 为了让这个便宜舅相信自己 气如已然 什么陛下也对他图谋不 反正这事不能告诉阿爹 所以舅舅你一定会帮帮我的对方 便宜舅舅还想甩锅让他自行离去 结果燕昭直接扑了上去 绝个小屁股 瞪着卡兹兰带同款大眼睛说道 舅舅 我就不能先留下赞避风头吗 就这样子便宜舅舅 在一生生的舅舅中迷失了自我 罢了 你且留下吧 但是你可切记 咱这儿可不行白吃白吃 谢谢舅舅 摩卵培啊 哎呦 舅舅 燕昭听后 对舅舅的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看法 便宜舅舅表示 这外伤 刚还在哭 便连比翻书还快 而这时 燕昭却因舅舅的颜值走上了 这便宜舅舅咋这么好看 等等 我为什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事舅舅讲话了 机关制作的记忆精巧繁杂 鲜少有人有兴趣 你若喜欢 我可倾囊相受 等一下 不是 舅舅您老人家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你不会也缠我身子 好 那你今日早些歇息 明日我先探下你的底 西流 燕昭表示 本人已死 有事稍急 次日清晨燕昭慵懒地打了个哈吉 不是要摸底 便宜舅舅怎么还没来 要不是为了在便宜舅舅面前装的乖巧心 谁会抛下梦里的美男们起个大早话 伴随着耳边燕昭这两个字的响起 男主瞬间上演变脸觉 舅舅早呀 等等 父亲 怎么会在这 难道 大清早就要上演三人行 偷偷与侍卫贴提 被舅舅发现了几个半 在线等挺住 故事呢是像狗狗 看着舅舅带来的人 燕昭的脑细胞飞速运转 这个时间线有点追不上 我分明记 前世阿爹发现父亲与我私会讽 就罚父亲去支援边关内 也正是如此 那时才有空隙 陪同发满点身体交流 看来虽然做了一些和前世不同的 但是新的情况也接触了 舅舅 父亲实力比我强太多 和我对恋是不是不太合适 给我换成小耗子 便宜舅舅表示 小耗子肠胃不是 现在还没从茅房出来 就别想 燕昭用屁股散钩 知道是谁干 对方也是心虚的 不敢女男主体是 父亲在你身边捉迷 对你的实力最是了解 也不会因此无伤了 还是吧 一炷香的时间给到为止 燕昭也看出了 此次变故 只是因为对恋 他才临时被舅舅安排过了 事已至此 那边站马 转脚投挪间 二人交手数个回 期间父亲用自己灵巧的武器 占了不少便宜 但是论演技跟海王鼓还差了 最后谁占便宜还真不好 父亲你腿没事吧 是不是骨折了呀 应该只是扭刀 他点跌打久应该就好了 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小眼神 燕昭一眼就通过现象看到了 这装的还挺像 我倒要看看你们玩出什么花样 舅舅父亲都这样了 我带他去上个药 对练下次补上吧 便宜舅舅沉默偏了 就让二人离去 只是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便宜舅舅看没看出些观念 画面一嘴 燕昭正给父亲上药 嘴里还嘀咕着 你明明能稳住我后躲 为什么不躲 还有 我不是让小浩子给你送信了 你没收到 属下只是有些分心 还没注意 至于戏 属下不知是什么戏 说到这儿 父亲的表情又变得可怜巴巴 是因为属下没看到戏 但您不开心了吗 所以您才会突然跑来这 不带上属下的 祝你 能是不要我 见到此番场景 燕昭几名大鬼 钱是死钱 父亲也是这段温度 但那是他增加风品 虽然不知道为何小浩子的戏没有送 但眼下还是先安死 就这个家伙 可别像前世那般抬起 思之于此 尹地招再次上下 小狗就是在质问你 怎么一天没见 是忘了规矩吗 抖完体质的父亲 瞬间单膝贵地 属下不跑 属下只求能一直留跟前伺候你 尹地招淘起对方的下巴 扫脏 你是我最忠诚的小狗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自当会给你想要的钱 等等咱就说父亲 你这个狗情有点多 这汗流加倍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和我搭战了几档的 燕昭讲话 既然你认错态度这么好 就算了 今天是我先误伤了小狗 小狗想要点什么补偿 发音刚落小奶粉就哭了上去 直接将自家主主人 壁咚在了前身 燕昭嘴角微微翘起 这些人里 就属父亲最好顾问 结果就在二人 准备无间隙交流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燕昭 房内为何如此大的声音 是否要照医师来整理 看看这呼吸带粉的画面 再看看这食指紧退的方式 你们就应该知道了 听着门内品质细语的声音 谁用知道 此刻门外 这种的心有阴影面积 既然你没上 那机关术的授课就改到晚了 燕昭听此记上心来 舅舅 我陪你一起 正好跟你学学如何调整 可是这一个转身正宗 父亲下来 后来要逃跑 王爷的死死 直到燕昭双目寒情地动了我 走音信 你又不听话了 父亲顺时一个故意 就要夺取燕昭两个精英 舅舅听着里面永远的声音 最终还是灰灰袖走 就在这时燕昭已明昭把他引肃 衣衫不整个冲了出来 舅舅 也走 我跟你一起 父亲也用光速整理好女人 紧紧地跟随在燕昭腿 舅舅见此小话 父亲也跟着 燕昭赶忙回答 不不不 他不取 小耗子不是病人 正好他的活就都交给父亲了 看着提裤子做不认账的责 父亲表示没吃到大肉心里 对付小奶狗海王燕昭自然是有套 稍微动了动手指 就是这个分段的极限 为了抱大腿 海王连鱼池都没时间打的 可大腿哪里是那么容易抱的 这不跟着舅舅选材料的燕昭 此刻已经累趴下 可他的脑袋却在飞飞运 舅舅肯定是猜到我跟父亲在屋子里 这一路上对我如此了 不愧是想找理由把我抖回家吧 这时舅舅讲话 燕昭你要是太累就回家吧 燕昭一听赶忙举手表示 我能洗 我还能抖 说实迟 怕是不 一只飞剑直射而然 正中燕昭的后腰 燕昭心里这个憋屈 青天白日的舅舅对我动手 属世没把我那个便宜舅舅放眼里 哎呦歪 我何不借此机会来一招 不忧急 舅舅 我没事 只要您没受伤就行 招而武力不尽 只能用身体帮你把这一劲 为了舅舅的安全 您务必要查出幕后凶手 舅舅表示无语 是笨着我来的吗 算了 先带你去疗伤吧 说把一个帅气的公主 直接男友力抱我 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心 燕昭的伤口算是被包搭 神医撂手撂车表示 你家的小朋友细皮嫩肉的筋骨骨 估计会睡几个小时 不过 能在你眼皮底下将人伤到 你这个做舅舅的是不是太没用了 便宜舅舅表示 我可是负伤养病的老人家 总不能跟进你速度 神医呵呵一笑 我心里都鼓励 这时燕昭醒了 便宜舅舅赶忙上枪 并主诉燕昭不要乱动 神医也已不便打扰令人休息得罪 舅舅看着躺在床上的燕昭 眼睛似是在看另一边 当我看到这本清宵宝典 我就知道这一集不简单 希溜 悟性的事像狐狸 作为海王的燕昭 昏迷中也不忘了 在捏了三下大宝部 还猛然惊醒 舅舅 我又怎么 便宜舅舅总是狗 这么莽撞伤口又要裂掉 你夜里发热与此事口 我帮你脱下心 就在燕昭要贴身上前 感谢舅舅的方式 一声 来 哪里 激起了燕昭的八卦车 外面怎么这么 去调查好多事 结果还没走到门 就有个人与脸青着地的姿势 打了紧 闪在我五零蒙管辖下 还做出的飞鱼 简直是奋坑里点人 早起 来人正是三号走 我先守花上蒙 你怎么在这 二人一愣一同问出了 消息的意思 在手下人将人压共同 花上蒙主将矛头指向 招儿 这位与你共处于世 且衣衫不得 是 燕昭看着鼻孔豪天的舅舅夜 小脑瓜子飞碎孕 昨天我刚遇死 今天就碰到花玉 未免太巧合了 前是今日 他本帮回五零蒙了台队 当下燕昭为了避免俗 拉起三号总是选手 舅舅 我们继续下去 可怕回来 三秒后 二人就衣衫不得 出现在了另一边 招儿那日 在下好声响 还好我们真的是有 终能半个事都能遇见 等等 你受伤了 引避燕昭瞬间上 昨日我陪舅舅来集市 不料遭遇歹人行 若不是姓女 我怕是 再也见不到了 姓有此事 连你都赶上 待我秋猎时 必须到圣上延长 嘴上说左手里也没行 属于是证人君子无语 燕昭见主又懵了 怎么看起来 花玉泽也跟此事无关 那到底是谁要害我 等等 刚才花玉泽说秋猎 不对啊 前世花玉泽肯别参加秋猎 这时候花玉泽 打断了燕昭的城市 圣上邀我参加三日后的秋猎 我知你喜欢狩猎 所以想好你欢心 你最近一定是新军猎 不然也不会躲来救救这段行 导致遇险 当然若你被狩猎的心 我还特地从师兄弟们学了 本招啊你伤好了 我认你本招 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五本 叫做《冲销老招书记》 看着书内那些奇奇怪怪的姿势 变招的老脸也挺不住人 不知秋猎 谁要本招的 真想不让我 那也给我来记住 花哨蒙主剑 你是想把事业里的西部队 不断地被燕昭送上 那招儿想要什么 上币落下黄 你想要的我说 等等 招啊 这是准备回事 燕昭看着索谷上的脑 新燕招啊 一定是父亲那家伙留下的 但燕昭是谁 必招四又是成功 带偏花上蒙 好像中见太空昏倒后被狮子 都怪我 平日里没好好练功 记不如人 记这个字要画下重点会 对不起对不起 招儿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先送你回房间 就去抓那人为你报仇 那一言为止 可得好好的 那招儿也要做保护身 若有危险一定要换我 燕昭也敢把回房 好 你也要小心 我还等着你来抵抄了 海王正在马车内调教小奶狗 却被皇帝老公赌个阵状 这都是小场面 四个老公共处一场和较急 护行是降手机 小奶狗一个滑场 归在燕昭面前 怪自己没有半戏左右 才让主人受了 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三日后的丘烈有主 带给人家训习 燕昭瞬间一个激烈 转身一个贴贴 就贴到了可怜舅舅的脸 舅舅你能陪我一起去秋猎吗 因为我正发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的逆风原始 我怕先前得罪的那几位 都在秋猎上最不发的 但如果有长辈在这 我想他们至少会顾及其他 田育舅舅也是爱莫民族 我远离朝堂多年 无圣上邀约怎能傲然情人 何况 你父亲的身上 保护你错错了 咱们家招儿一听就不乐意 整个人看起来若小可怜又无中 你若实在不放心 回头舅舅给你做个防身的暗示 舅舅想得真周到 那招儿就谢过舅舅了 看着小外甥良意的笑容 田育舅下意识地抬上 似是很久以来的习惯 可突然回过神的 他又收回了神 燕昭一把按住那双 要收回的神说的 怎么了 舅舅是想摸摸 招儿的普安路 那就直接摸摸 我喜欢和舅舅亲近 田育舅愣着了骗子 放心 以你爹的心理 真敢有人欺负你 他宁丢了官职 也不会让对方好过 更何况圣上 又岂能放任他人 在丘烈时散 燕昭表示心内 发野的可不就是圣上人 田一舅舅又堵住了 他几句口号养伤 就可以了 燕昭则在想如何应对 似着老公的名证 或许可以让他们不咬 来一出借刀杀人 摆脏献犯 就很棒 反演三日后神医来复着 伤口恢复得很 但这两日还是尽量不要沾手 免得发言感人 燕昭赶忙问了 那会留疤吗 放心 过两天一个印子 都不会让你走 燕昭心讲话了 过两天才消耗 接着一阵坏心 你这外甥怎么有些 神经兮兮的 可能是随他父亲 这时父亲的声音 从门外扬起 堵着时候不早 该启程了 燕昭应声就要往外 可走了两步突然瞬间 原来是便宜舅舅拽着 并将一枚戒指 带在了他的身 这件暗器小巧轻轻 适合你防身 使用方法这两日 我也教过你 燕昭对着便宜 老舅舅是一个爱的亲戚 然后在对方惊恶的灵光中 蹦蹦飘飘地跑 谢谢舅舅 爱你了 招而回来的 老师同 将被报答 神医天上来偷约道 好久没见过不但不怕 还同你这么亲近的人 别传那些的原理 事情查得怎么样 神医面色理症 将他得到的消息 传扳扳扳 见识貌似出自 丞相府的小郡主之身 只是这小郡主 恐怕是个 田医舅舅敏了头 他们是想试探我的理性 这些年一直对我有理性 就没消停过 既然回避 已经不能解决他们的孤独 那这件事无需遮掩 继续查下去 给所有人一个能安心的交代 另一边马车在山道上及驰 堪比邱明山八六的车子 让燕交在马车内 是骂骂咧咧咧 小耗子 小爷我可还受着伤了 你是赶着送我去投胎 小奶狗立刻上前 将人复在怀里 对不起 若那日我坚持 陪着明殿不会让你受伤 我定不会放过伤你的 放心了 这件事舅舅会出 你安心保护我边方 可主子明明同未见过三年 为何这些日子 从他格外惊静 反倒在回避属下 这是何人 哎呦歪 小狗这是在吃酷 还是想借题发挥 逃主上回的故事 就在二人打算 开启少儿不渔的画面时 门帘被人掀开了 招儿 正来见你 接着场面定格了两母 你们在做什么 面对四个老公的文房轰炸 海王燕昭表示 快去请独来佛祖 故事呢是叫沈碧 上回书说道 燕昭和父亲在脑车上推贴 被皇帝抓了了证 于是所有人下车会安好 燕昭两句话就将父亲打 皇帝见此幽怨地说了 就顾着斗口 招儿不愧在外面有别的伙论 独自约不说 连个消息都不得证 燕昭一乱 丁慈也没收到信 怎么寄出去的信没一个人收到 而皇帝就像个话了 在一旁唠叨的眉闻 大意是说燕昭冷漠了他心情之人 燕昭上去就是一子 我就是被舅舅抽查了几天的功课 还得帮忙准备独公祭祀 脑子都快淡烧了才忘说 可让你的嘴歇一想 皇帝也不生气 还一把老婆咽住 是是是 知道我们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心 看看这个金丝玉雕的小狐狸 喜欢吗 这是我特意找人编的雕的 燕昭拿在手里给出了极高的瓶颈 而皇帝又开始不停地牢 什么燕昭变成小狐狸就好了 就能天天待在身边之类的 而燕昭却在分析 对方说的是真实 最终得出结论 以他俩的情绪 皇帝是万万做不错 派杀手刺杀自己这种时机 招二你今天已经第三次分身 并露出了一副很难红的表 燕昭正要解释 皇帝又说 朕都懂 并拍了拍手叫人将东西端上 这几日你是新鲜 哥哥还不了解你 这都是你喜欢的 挑吧 还想要什么镇就派人去给你寻来 把这几日没完没吃的都给你 燕昭一边吃得明眼 一边想起了前世 自从凌川西方好 就再没吃过凌川的特色糕点 招二喜欢吗 喜欢的话秋练后跟我回跟上 我让玉厨天天给你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的懂不懂 但是作为海王自然有自己的求教方式 这里要开始教学了各位做好 我的好各位 再好吃的东西 天天吃也会腻 之前你不是起挂丧人 说我未来会有一节目 我当然得听你做 保护好自己 才能陪你见证太平盛世 皇帝听后是想把持也把持 一个法师舍稳就贴贴了过去 然后就要拉着人去教堂看我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路上皇帝化身小蜜蜂 见到花就采集 说要给燕昭沐浴 自然换来了燕昭的一顿夸道 结果这是灭正王和花盟主演 吓得燕昭压麻该主演 完全不想听他们客套就行 好事不可能逃掉 三个老公将他团团围缩在一起 再有一个复迁就凑起一桌麻将 看着三个人飞递过来的时候 燕昭表示先吃谁的豆腐 结果这是复迁也关着药子 参见陛下 参见秦王 属下来伺候主的喝药 燕正王一乱惨 招儿可是生病了 花盟主直接从怀里掏出一盒药刀 招儿受了剑伤 这是武灵盟的秘制药膏 愈合速度快还不被留疤 此话一出桌子上 就跟有一群鸭子似的战略 特别是燕正王和皇上 问个没完没了 你以前什么都和朕说了 怎么现在连受伤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告诉朕了 我这就传于一点你看 见皇帝都贴脸开打 父亲也挤上前说道 主子 要凉了就不好了趁热喝 属下未明 此刻的燕昭大脑已经当街 同时面对四个池塘的雨 这要怎么回答才能让所有人买 谁懂啊 在线头 狠急啊 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可真人 面对四个老公的轮丧风筝 竟然还有时间想自救折 故事呢是将手第一 上回书说到作为团宠的燕昭 被四个老公问得张不开子 皇帝最先发表明论 对当街行凶者的一起 并打算派本国大使前往进行交集 燕昭表示 表方 我的伤力已经好了差不多 皇帝不必大张旗鼓 以何为贵 二号风批老边表示 你可是富国公主的女子 敢对你动手 那行凶者身份必然不紧 必或是靠山够大 此番举动 更像是为了试探或警告 燕昭一听也是这么个人 可是 冒着跟富国将军 作对的风险 也有伤害我 凶手图什么 又或者说我们家有什么 四个老公听后都表示 要让昭儿接到自己那里去 首先三号老公发蒙主就做色录 其次是皇帝 我的寝宫全是敬畏 最是安全 正知昭儿跟少蒙主 学过几日防身秩序 没想到师徒情义竟然如此生 二号老公聂正王说话 陛下 昭儿已经长大 不是当年九居宫中 与陛下一起读书的孩子 他随你回宫难免以为 九居宫中更会招人非一 燕昭一听胆盲上前 搂住二人的肩膀 不如去王府内暂住时 燕昭直接破坊了 真的是够了 这是三号老公的遗旧 更是直接扎在了燕昭的心窝子 陛下和秦王树 凡忙还是让昭儿去在下那个门 昭儿上月长童在下注武林盟 喜剧饮食也都习惯 还能继续学防身之术 正好昭儿上次落在在下那的男同马脑队 还没来得及多了 我说怎么找不到 原来那他来了 昭儿何时这般勤奋了 平日里抽空找你背书 都一溜烟的找不到你 怎么去少蒙主那练武 反倒这般季节 全程下来只有小乃董 父亲没有话语 真的是好可怜 时间管理大师表示 您二位大忙人 忙得神龙剑守不进我 我哪敢得扰你 父亲又刚从军营力量回来 需要休养 何况 少蒙主教我的武功 都很好看 我当然感兴趣 依靠小课落下 几位老公都陷入了恨思 开始反思自己的故 决定要停出更多的时间 那本王奉昭儿的调查 又为何会落在少蒙主身 燕昭一个头两个大 怎么又落回来 阿爹年纪大 每每就伤为好又更新伤 我看着心 所以我想跟少蒙主多学点小时 为阿爹声音 大概是请教时不小心就能对付 我后来也找了好几个人 本想跟你说 但是您那时又很有意思 我怕打扰 您可是昭儿的师父 就别怪昭儿 一套委屈的小表情下 成功安抚了二号老公 皇帝却又奉了 不对啊 你在欺骗我 你上月夜里几次 不都在请公陪我吗 本会常驻五龙毛 燕昭小脑瓜一转 陛下上月操劳过度 我是带陛下睡了好 去了少蒙主那群药 才给陛下滋补身子 皇帝一听被感动的不要不要 抓着燕昭的小手 就是一个脑袋 这时花王主又来不倒 圣上与昭儿感情真是 亲与兄弟感情真 连旧情都要黏在一起 列阵王一听表示有话要说 本王尽不知 昭儿夜宿圣上请公这么多次 此话一出全场怨念四起 燕朝表示汗流加倍 随后又露出了一段人类的笑 秦王可是促昭儿 只忧心阿爹的元希哥 没去关心您了 不如今晚昭儿赔你解决 当作苦好 列阵王一听概念 昭儿如此孝顺 那不如跟咱们的圣上 仇哥嫁如 上我那住几 燕朝心里一份负 你兴起 你还真是禽兽的情 于是他话风一词 想到了好点 他指出狩猎这几日 先跟皇帝一起 期间再跟少盟主 学点黄身的本事 回去时拜托亲王和父亲互相 至于能不能住在舅舅家 我还是得先过问 他老人家比较有理由 对吧 四个老公听后 表示无法反驳入运势 好险 差点翻腾 说好了要精诚牺牺 怎么感觉反而越行越深 这时有人来罢 必想 实陷到了 修裂要开始 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 四位老公对腿这种牛批 可看的燕朝却表示无聊 不知道舅舅当年 在战场上策马跟从事可翻车下 一抬头发现了自家二哥 二哥你怎么来了 你的腿 怎么突然 好了 等结束后告诉你 当时你小哥 平日不是最爱热闹你 怎么今天敢让父亲替你上场 另一边的舅舅得到消息 闹似有人要对燕朝回力 于是决定亲自前往一看虚体 燕朝的腿不是腿 是塞纳和盼的春水 燕朝的腰不是腰 是砍向老公的弯荡 西流 故事呢是降水滴 上集结尾说道 燕朝的二哥来了 作为一名合格的弟子 对自家弟弟那必须是百般成 哥还没告诉我是谁这好的女 这么大的恩情 我们家一定要好好报答 一个欠过我债的麻烦 招儿就别操心了 这个人情哥自己 听此燕朝立刻浮现一个猥琐的表情 嘿嘿 好吧 那我就不多问了 这时人群变得吵嚷了起 原来是祥瑞白露出现的 而燕朝此刻却看着自家二哥出身 心讲话了 二哥打小在兵法天赋上 一心想追随阿爹和大哥他们从军 自幼受阿爹指导 本该前途无量 可惜天度阴彩 打从十四岁那年落下嘴 几乎 整个人变得萎靡起来 经历了好长时间状态才慢慢呼呼 不变的是 二哥一直是个极其温柔的人 等等 二哥现在伤好了 各能列得白露 必能大放异彩 红获赏识 说不定能让他开心 毕竟二哥就该是那站在人前 风光雾跃 说做就做 二哥 我好久没看过你骑马射箭 招儿想看 弟供哥哥表示 招儿你还受着伤了 那二哥骑马在这 我就能照顾我了 最终地空在弟弟一声一声的哥哥中 迷失了座 此时的狩猎场上 四个老公已经对白露开启了猎杀模式 可白露却偏偏火火攻击 来到了燕朝的面前 哥 是白露 快追快追 可二哥怕牵动到燕朝的伤口 于是将燕朝放弃 嘱咐他注意安全 独自骑马追赶白露却 无聊的燕朝靠在树边吃着零食 问一来袭直接进入了梦乡 等他在睁眼的时候 人已经在温柔箱里了 这画面已经不能用笔鞋来擦拭 我只想说国曼才是最短 看着两个在自己身前身后忙活的老公 燕朝整个人还没回过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再定睛一看可不得了 四个老公都在 他们又为何在此 入行的四个一起我顶不住 于是乎他提着小奶奶就往外跑 结果一个滑铲 醋溜到了另一个房间 只见在雾气的遮掩器 勉强能看到一个人影 此人声音让他非常的熟悉 却看不清这人的脸 而且这个人还要对燕朝做些羞羞的事 燕朝梦中惊作起 做春梦的竟然是我自己 怎么会做那种呢 还有那看不清脸的人 到底是谁 结果下一秒就跟怀里的白露闹作了一遍 该说不说主打的就是一个没心没脑 忽然一只利剑飞来 直接将怀里的白露射杀在了燕朝的面前 抬头望去 正是自己的二哥 这几燕朝借着走 对着自家舅舅就是一招老树旁跟 还让舅舅把大宝贝拿出来踏踏 故事呢是降水滴 看着前一秒还在和自己嬉戏的白露 下一秒就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这让燕朝不解地看向了二哥 随着大批老公的谈谈 这事就先这么过去 到了晚上把酒言欢 二哥理所应当地得到了风声 能为陛下列格白露 多亏弟弟牵制佩格 也是因为天降服于陛下 保佑我大爷 这已是最好的赏赐 一套官话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让在座的宾客无不夸赞青年少龙 这时皇帝将目光看向燕朝 问他想要什么风声 燕朝捧手 希望陛下能给自家二哥一个机会 让其建功立业 莫要埋没了去 一番言辞下来 众宾客对燕家两位二人 无不夸赞教绝 真是胸有敌功的典范 正就封燕家二公子为汉林愿 燕小公子可在供品里挑 另外挑选几样喜欢的玩意 作为赏赐 谢过陛下的封赏后 兄弟二人热络地互相吹补一份 这时有眼力见的大场 已经来联络感情 面对这些老油条 燕朝简直是不胜息 这帮人以前可没少议论 我和二哥是匠门支持 现在又来拍虚公围 谁稀罕你们的嗜好 二哥将燕朝的不耐尽收言 知道你不喜欢应付这些 要觉得闷 就让傅谦陪你四处转 晚些哥再回来陪你 燕朝听后对自家哥哥撒了个娇 端着一盘甜点就撤了 傅谦 走 我们去醒醒酒 带到没人的地方 想来走就沾了上来 别蹭你 好痒 你回去给我拿件外袍有点冷 见傅谦不放心 燕朝又道 这可是皇家猎者 还能出事不成 再说我这么大个人也留不留 乖 我在这等你 快去快回 就这样子傅谦一步三回头地走 结果就这么一大会儿功夫付上了 不胜酒力的燕朝 无意吃了些含有酒的糕点 此刻浑身燥热难耐 迷迷糊糊地就向着记忆中的湖泊走去 此刻胡编 舅舅正在跟老姑下了解 顺便了问了一些 射向燕朝的见识 对方可知其来 这工艺 和当年导致燕夫人去世的是同一批姐 舅舅听后眼中闪过寒蒙 当年将军府数大招风 害得阿姐成了警告自己的牺牲者 如今又想用燕朝来警告我 舅舅正要跟赵将军在交代几句 却看到燕朝正脚步虚幅地招着胡走去 接着不出意外的一回家的进去 也顾不上再交代其他 舅舅便将人给打了 自己则拖了衣帽一头扎进了服务 接下来就是二人在水中嬉戏的小场 上下起手都是小事 主打的就是一个肆无忌惮 舅舅被燕朝撩拨的不要不要的 舅舅明明就是担心我 却总是口是心非 你喝酒吧 我才没有喝酒 我一点都没喝 这时他看自家舅舅已经是三个门 于是他伸手将人的头碰之中 跟你说个秘密哦 我今天本来在和白鹿玩 二哥裂到了白鹿 大家都以为我是在帮忙牵制的说我有 皇上还讲理我 哈哈你说好不好笑 虽然借此帮了二哥 可是小白鹿其实挺可爱的 前一刻还在我怀里撒娇 下一刻就死在了我眼前 我总感觉心里莫名的难受 舅舅听后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要看看燕昭的伤势 毕竟他身上还有剑伤 可是燕昭一招老树旁跟 将舅舅拿捏的死死 昭儿 别乱动 燕昭却玩心大气 舅舅这里藏了什么宝贝 黑黑是要送给昭儿的新暗器吗 纯洁的我根本不懂 粉丝们有懂这里的暗器指的是什么吗 西流 喝醉的燕昭乱碰 舅舅的大王 就是便宜舅舅不给他 毕竟荒娇野脸 无难给人的事 燕昭委屈地表示 不让看就不让看 他们也什么都不让我看 不让我知道 我又不是真的傻 便宜舅舅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傻吗 就这样他将燕昭抱起来往外走 却不曾想半路杀出个灭政王 胡圣上准许擅闯丘猎场 可是杀头的大罪 便宜舅舅对他也没啥好理事 听闻御林军是秦王一手调教出来 如此严谨的军队 却没人发现我在此处 不知秦王怎么看 一来一回谁也没占到便宜 便将话题转移到了燕昭的身上 看着对自家外甥动手动脚的秦王 便宜舅舅将人又紧了紧 感谢秦王关心 燕昭自小众心捧月 性子顽劣了些 难免会无意间得罪了什么人 秦王讲话了 燕家树大招风 太后有意打压 林将军也知道若他继续查下去 太后迟早会借题发挥 反将一军 秦王殿下所求为何 天下凶命 却要装作视而不见 未免太无趣了 何不让这场大戏由自己来找 你说是吧 林将军 此番言语就是要让林将军战斗 秦王看来也有反心 秦王殿下自然是有实力掌控 招而单纯 还暂且劳烦殿下继续照顾 待事情结束 在下会亲自接他回去 就将紫燕招落到了秦王的手上 看着床上昏睡的你 秦王你难道 酒历还是这么长 几块酒量的糕点 也能醉成这份梅 自那日在燕家老宅起 你见到我就莫名比过往更紧张 是在害怕什么吗 人呀很虚伪 既想要看到你的真实 又会因一响的模样而聚敗 倘若有天你见到了真正的我 会像他们一样惧怕我 离我而去吗 或者我该将你履义折断 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对怕我过来 就在这时父亲闯了进来 出去 这里不需要你伺候 父亲顾背不抗地表示 主子就请一步开人 必须有属下伺候左右才能休息到 属下实在树难从命 燕招的嘴不是腰 是辽伯老公的春水 燕招的腰不是腰 是斩向老公的弯道 还有花盟主你这是弄哪猪 要与色是人呢 西流 故事呢是将手 上回书说道 小乃朵父亲闻着味着着 列阵王秦放却想要将他连走 看来小宋医师离工多年 已经忘了规矩 被揭了老底的父亲脸色一尺 属下不懂人在说什么 就在二人剑拔弩张的时候 燕招迷迷糊糊的醒过 父亲一个闪现就穿了上去 将摇尾起连四个字演绎的灵意禁止 小狗怎么脸色这么能看 不怕 有我在没人会伤害你 父亲这时回目看了一眼 聂正王 主子今晚可去属下伺候 这套操作可把刑放器构紧 然而迷迷糊糊的燕招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搔手弄姿的挑逗起了自家的小孩 就在二人将要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燕招的一根筋发展成了两头 一口误会吐了父亲一声 这下聂正王可乐 招儿这般赏赐 父亲卫便心怀感激地退下 父亲此刻已经想好 给这个烦人的家伙想什么 第二日燕招在聂正王怀里悠悠转醒 捏着对方的凶大鸡 燕招才反应过 情状怎么在这 不对 我昨晚不是和舅舅在林子里 我喝酒也不忘事 我那么大一个舅舅去哪吗 这时父亲端着要走过来 主子 你醒了 先趁热把这样喝了 话说这样喝的咋看着有点犯规呢 这时秦王也醒了 从身后抱住了燕招 秦王您为何在我的帐中 昨晚本王见你迟迟未归 出去寻你 发现你最早在不便 便把你抱了 父亲见状满脸失落地走 燕招只来得及看上你 却没时间考虑小买狗的小心思 因为秦放说的话 跟他脑海里的记忆也是相反 看来秦放昨晚来找过 那他应该是见过舅舅 可就算他们见过你 他也不可能告诉 不知可有给舅舅带来麻烦 说起来 昨晚我落单居然都没意外发生 难道我们之前猜错 对方可能不是什么权贵 秦放听后手上的活一点 不能让昭儿继续查下去 若真和太后的势力有关便危险 这也有可能是没找到下手的事机 准备令巡尸机在洞上 便昭蹭地一下站起身 一日不知凶手是谁 目的是什么 我一日都不安生 看来只能主动出击 引蛇出洞 父亲 你去放出消息 说我先前遭人行刺受伤 昨日狩猎后伤势加重 秦王震怒要彻查凶手 这样心虚的人 难道不会露出马鸡 没出一日果然有了 只是此人并不是燕昭要掉的家 而是他的胡同狗友 此人名叫陈月 是兵部尚书之子 也是同为世家幼子地主 与燕昭交情最好之人 是人尽皆知的话牢墙头草 脑袋通通不学无数 没少带燕昭找美 我现在就是装装样子 你还知道给我带礼物有心吗 啥 装的呀 给谁看啊 怎么感觉几个眉睫 你神秘兮兮的 你那个全新的脑子 想不出来的 就别琢磨 说起来 你怎么满身的智子的 小陈子 修裂期间还敢偷溜出去花天走地 比胆子还真大呀 陈月赶忙找借口 说自己不学无数 哪里会神马六年 而且 可不是只有我溜出去 李氏郎家那个不尽美色的二公子眼圈 听说他家的花魁美的帽子 走一起勾拦听去 就这样子燕昭和陈月转眼 就出现在了青年 燕昭一脸的嫌弃 老子已经筋盆吸收很光临 这些胭脂俗粉 根本进不了老子的眼 结果连不掀起的那一盘 燕昭眼睛都直了 花玉泽 怎么是你 踢一带水域河底 秦连四一任军游 小花盟主你要是这么着装 我可就不困了 西流 故事呢是降水滴 话说武林盟少盟主 怎么就成勾兰的头牌 就在燕昭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陈月就向花盟主招了招手 我这兄弟身份可不一般 好好伺候着 花盟主听后更是娇羞的不行 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了 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招儿 燕昭此刻也在挠 我在花花心里的清纯形象算是完了 就在这时花盟主一个前摇就扑了上来 果然没有一个问题 是一个报告不能解决 就在这时小臣子讲话 没事 你们亲认你们 当我不存在就好 燕昭表示 请圆润地翻滚谢谢 这时花盟主将燕昭扶了起来并说道 招儿怎么会来穷玉轩 秦王殿下不是说你正在休息 准备用旧伤引出凶手吗 燕昭被耳喷得热气搞的小脸一盒 原本是这样的没错 可放出消息后不久 我朋友便告诉他 他看到有人偷偷从丘猎场来这 我怀疑和那个刺客有关 便让他带我来看 但我没来过这种地步 一进来就差点露线 说到这里他在注意的 自己摸胸肌的小习惯又犯了 于是他赶紧收手 对了 哥哥又为何这番打完在此处 花盟主将人又紧了紧 我卧底进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子 最近民间有一邪教作罪 不少人倾家荡产去供奉 导致盗窃 抢掠知识增播 我一路查到了穷玉轩 结果在调查他们的账本时发现 上面的字迹和赵儿的一模一样 说到这儿 花盟主脖子一扬 似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有徒有真相 待他恢复后又倒 我知道赵儿不是会来南风馆这种地方 所以特地伪装进来调查 结果瞧见了李侍郎家那位不近男色的二公子 鬼鬼祟祟进来这儿 似乎是来报信 燕昭脑瓜急转 先不说我不会作证 自我重生至今就从没踏步过烟花之地 更加不可能在这种地方留下自己 前世就是那些模仿我自己的性质 害得我如从变谜 莫非前世今生要害我的就是同一批 就在燕昭烧脑的这几十年 花盟主已经开始放花吃了 招儿真可爱 哥哥 那个二公子可能就是关键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和他的对接人 说完他看了一眼沉月 他就算了 这里的人会照顾好他们的财神爷 画面一转 幕后黑手已经让手下销毁了仗子 并将那个报信者斩草出灯 突然门被人推开 陈月醉熏熏地闯了进来 燕昭你小子跑哪去了 不愧是见色望友自己先走 没走两步就摔倒在了眼睛的尸体上 待看清眼前的情况后 陈月大喊了一手 吓人啦 燕昭荷花盟主赶爆后 对着他的脸蛋就是一顿降龙十八掌 即使如此陈月都没有要清醒的意思 那个招儿差不多就行了 他只是吓晕了 再打下去可能真的就挂 不过这二公子是彻底凉透了 燕昭很郁闷 可恶 就差一点 线索又中断了 就这样子三人往回他 路上遇上了五灵龙的密坦 大意就是让花盟主赶快回去 燕昭听后开始自我脑补 这期间似乎有一丝联系 可自己没有抓到 对比前世 今生我改变了一日战四郎的结果 还投奔了救救 后面的事件也和前世大相径提 可为什么还是躲避不了被陷害追杀的命令 到底是哪里不出的问题 这是花盟主又凑了过来 招儿 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你可愿意随我回去见见我的父母 看似傻白天的花少盟主 实则心机比谁都深了 家里挂着大红灯笼 这是要骗宫的几菜 故事是降水滴 上集说道 花少盟主邀请燕昭跟自己一起回老家 参加其父亲的生辰宴 燕昭本来不打算越陷越深 毕竟自己是要金盆洗手 可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上一世这个节点 花玉泽的弟弟在这几日突发身亡了 想到此处燕昭还是决定去一趟 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此番前往没准能阻止悲剧重灭 这种事也没办法告诉花玉泽 对了 我可以把父亲也带上吗 我习惯了他伺候在我族 这点小事自然不能成为戴昭儿为家的祖坏 接下来就是顶撞男神一只手 一直顶撞一只爽的剧情 咱们跳过 来到次日清晨 皇帝和聂正王两位老公那是一百度 放心 各种主妇 陛下给了他一个贴身护负 是皇帝将生事博士做的 关键时候能保 聂正王就简单粗帽 招而此番去调查邪教放心大笔败 天他下来有本王给你担承 忠心思想还是万事小心 你们两叔只每次都这么啰嗦 再晚就赶不及了 雨落挥挥手钻进了轮车 这时花哨盟主讲话了 怎么没见李弘里二哥败别 殿招面露忧虑 二堆身体不适 脸色难看的 一早我就让小耗子先送他回府 而驾驶马车的小奶狗 父亲小脑袋瓜也没行 毕竟以上三个老公都给画面 主子对于新玩具的新鲜气 一项不会太长 不管是少盟主 摄政王还是当今圣上 最后能永远陪伴主 只会是我 画面一主 燕招养着脖子面露一过 今天真是伯父的寿宴 而不是有人要澄清 看着硕大的红灯笼 燕招陷入了迷茫 这就要从我父母的婚事说起 当年他们就是在父亲生产 这天成婚的 所以他每年版寿宴 都和新婚一样 原来如此 那伯父伯母还真是恩爱 随着二人的进入 风言风语也随之二人 大部分不是傻好话 知道就行了 唯一让燕招困惑的是 这些宾客怎么都带着武器呢 看着也不像防身用的 画面一转燕招 已经见过了未来的云 场面话就不说了 一个词语来形容 那真的是相见圣欢 而且这对公婆 似乎并没有因为燕招是男子 而给出任何负面评价 甚至是因为自家的傻小子 终于有人要而打 开心 燕招是越描越飞 最后直接摆烂 好了 我和招二的事 择日在和父亲女亲戏说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如何处置邪教 听线人上报 邪教用一种圣水操控感性 父亲听后 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听话水 但长时间服用 会导致精神违靡 乃至出现性命之忧 但是刚才盟主提了 其中不凡有重诚参与 那定然不会用这种低劣的手 据我所知 有一种近似听话水的蛊虫 功效极为类似 对人伤害很轻 几乎没有后遗症 但需要配合军类食物服用 武林盟主表示 不愧是将军府的侍卫 果然见多识广 说起蛊虫 想当年有一位名震天下 连先帝都近三分的传奇古诗 名为奉骁 只是此人已去世多年 盟主夫人接着说道 不过我记得他曾有一官能弟子 年纪虽幼 却天赋其高 仅凭听闻就能识别各类蛊 配处解药 我曾有缘见过他几人 和小公子的侍卫有几分相似 我记得他叫宋义 燕昭就这么追着小屁屁 怎么能逃脱的两花上盟主的魔爪 故事呢是将沈逼 上集结尾武林盟主夫妇 谈到了古神宋霄 并觉得父亲与其弟子宋义相似 要问为什么 那是当年古神遇敢有人要娶其姓 便将这唯一的徒弟托付给了夫妇二人 奈何那孩子性格执命 半路就跑了说要回去寻宋霄 就此音讯全无 便招偷偷地盼了看父亲 见他失魂落魄的也很失心 前世父亲和自己提过他的身世 并咬牙坚持师父是被人害死 想到此处他立马打断了武林盟主的谈话 将话题一转引向了别处 若父亲真是古神宋霄的徒弟 那我岂不是捡到宝华 只可惜父亲是将军府中徒的海 打小就陪伴在我左 小时候他可还没我包 是个小豆芽菜 就这样四人说说笑笑 也就没人再提古神宋霄的事 光顾着说话 小公子来尝尝这点心 谢夫人好运 那招儿就不客气 只是这是父亲眉头一皱 四发现了不土之处 祝福 等一下 接着他从茶水中弄出了谷 众人一看大惊 邪教的人莫非已经渗入进了武林盟 几人探讨了一番 决定将那些经手过茶水 和点心的抓来舍 父亲因为知晓一些鬼层知识 被留下来协助调查 燕昭则被花哨盟主 以周车劳顿为由拽走 画面一转燕昭追着小屁头 面露难色 好家伙 真的是好家伙 招儿童以前比变了许 当年你刚被燕将军送来学武的时候 站一刻钟就嫌腿 衣食住行更是无一不挑 活脱脱一个浑石小魔王 现在不仅会察言观色 说话也圆滑了许 起码射箭如今更是不在话前 宁令才几日不见 却像变了个人一般 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 燕昭听后心中苦笑 因为我是真的垂脱了一次 说完这话他抬起右脚 蹬在了花蒙主的肩上 哥哥不也变了 你以前什么都同我说 现在什么都隐瞒着我 正常人家的寿宴 哪会带这么多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花蒙主讲二 父亲怀疑有内部 才借此燕钓鱼 果然现在什么事都瞒不住招儿 燕昭突然想到了对方的地 在上一世就是在这段时间遇害 此行的目的也有救人的想法 于是就想借此机会 与花哨盟主一起调查邪教的案 可话盟主却想也没想过拒绝 因为他认为邪教那帮家伙都是亡命的 怕燕昭有所闪失 招儿虽然身手不好 但脑子转得快 再说还有父亲保护我 还没等燕昭撒完交 门外就传来叫声 说父亲在审讯内鬼是受了伤 小机灵鬼父亲表示 奥斯卡欠我一个小惊人 父亲被燕昭捆绑成这个样东西 这是要闹哪出 西流 故事呢是将手的 话说父亲这个小隐帝 应询问嫌犯受了伤 看着他满身的杀布燕昭心疼坏 父亲你怎么疼 伤哪了 严不严重 主子 对不起给您丢人 伤得不深 休息几天就好了 燕昭听后悬着的心算是落伤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只是他身上的抓坟 让燕昭产生了骗过 父亲打小就见不得我与别人打案 但凡与他人相处的时间长一些 他就会用自残的方式 来博得我的助力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父亲啊 不乖的小狗 可是要受到惩罚 说着把随身带着的蜡烛 和麻绳拿了出来 我说过 你若再做出这种自残般的行为 我定不会再亲狼了 接着一击窝心脚 直接踹在了父亲的心脖上 主子请走 伴随着燕昭的一对神操作 父亲被绑了个结节又诗诗 纯洁的我表示 第一次见到这种藤绑方式 小狗狗要忍住 画面一整 八少盟主一家还在商讨邪教的事 大意就是嫌犯们只要说出邪教二组 就会当场暴敌 但还是得到了一条 关于徐明镇的不合信息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按插进去一个卧位 只是风险太大 就在这时隔壁玩花活的燕昭 弄出了一些声响 把盟主赶忙冲上去 问讯出了合适 燕昭见人影来到门前 赶忙捏住了父亲的嘴 光顾着偷听 都忘了手上拿着蜡烛 再有 怎么每次我和父亲亲密 都有人在门外候着 上次是舅舅 这次是花玉子 但该说不说 俩字 刺激 接着燕昭就跑出去了 我八少盟主的哥哥 哥哥 我不小心听到了一些您的嘴 这个卧底的任务让我去 那可都是王命 花少盟主不想让燕昭犯行 可燕昭想做的事 自然是蓝眼盟主 花少盟主一想 五不如书 还是想想办法怎么顾他周旋 画面一转打入敌人内部的燕昭 竟然看到了自家舅舅 燕昭的脑人顿时不够用 刚刚那人是 舅舅 不对啊 先不说舅舅不屑与邪教为伍 况且他一个足不出户的老人家 怎么可能跑这么远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 姑且昏进来 算了先将眼下的事解决 于是他和父亲对视了一眼 将早早准备好的道具拿了出 燕昭捂着肚子嗷嗷乱脚 希望能阻止这帮老百姓 去喝带有普通的 一见有如闹事 对方直接拔刀就卡 主打的就是一个群群脊肉 伴随着一声竹子响心 燕昭再次落到了舅舅的脑 我的人 谁敢动 燕昭终究还是对舅舅出手 夫君你轻点 故事呢是将手滴 好你的幸运蛋 这些天不来陪我 原来就是来了这儿 说 勾走你魂的小狐狸精是谁 我今儿要不偷偷跟来 还被蒙在鼓里 舅舅表示心泪毫无默契可以 而燕昭却渐入家境无法自门 越演越来劲 肚子怎么了 不舒服 是我近日忙于要事 疏忽了你的感受 原来大佬都喜欢这样的小狐狸 对了 你们的水是不是变质 怎么里头还有虫子 给人喝坏了身子种办 对方被燕昭训得 更个受气的小媳妇时 一句武力的话都不敢说 我们这就终止一事 给大家发放补偿 相反我们已经备好了 老请云大人和小少爷先行休息 而燕昭也趁机将父亲塞给了对方 让他带着父亲去抓几个样 目的肯定是要调查对方个底调 画面一准 燕昭抓着舅舅的手 在脸上疯狂摩擦 腰弓的意图不要太明显 舅舅 为什么会来这儿 有点是需要过来调查 你呢 怎么会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可别告诉我又是为了玩 燕昭熬的一嗓子 才不是为了玩 便宜舅舅赶忙堵住他的骨 隔墙有二 你的懂 燕昭直接用实际行动告诉了舅舅 什么是海王的演技 我为了玩 那来找你做什么 接着富尔说道 舅舅 怎么样 招儿反应快吧 夫君轻一点 这顿操作下来给舅舅整 舅舅 你倒是动一动了 招儿一路赶过来已经好累了 你不能总让招儿唱足讲戏 舅舅也不是惯孩子的人 差一点点就把假戏真做了 围观群众表示 大人物就是玩得玩 这叫的也太够人了 西流 舅舅终于爆发 你还打算看多久 还不快管 对方一听被发现了果断跑路 身心疲惫的舅舅 现在才有时间问出真相 理由现在可以说了 燕昭新讲话了 总不能说自己重生或者做梦梦节 发烧盟主的弟弟要被害了 于是编了一个小发弟弟不学好 跟三教酒流的瞎会儿 而自己是来打探敌情的 无闹 御龙教的人皆非善类 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回去后说啥 要将父亲和燕昭好好惩戒才行 燕昭一听那还了不 上去就是一顿姚维起 这是父亲回来 调查的事已经有了没 很快御龙教的宴会就开始 而便宜舅舅被教主抓去一室 燕昭看着对方递过来的家酿 寄上心 伴随着一杯粮食惊吓 燕昭直接酒醉 也不知道是真醉还是演 毕竟之前耍酒疯的画面还历历在耳 你们这酒也不好喝呀 还有怎么这么热 快带我去 去找我夫君 燕昭看着便宜舅舅的胸肌直溜投手 西流 故事呢是将手提 上集说到燕昭喝醉了 嚷嚷着要找老公 管事的一看这还了 于是故带人将燕昭和父亲领到了别处 燕昭迷瞪的问 你是不是带错路了 这里哪有老公的身影 简直是粪坑里打灯笼着时 父亲瞬间领会 一个剑步就将管事的拿下 小小小 小公子这是做什么 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您说做什么 狗东西竟然敢往等公子的酒里下 当等公子是你捏的呢 这个毒药入平静 如果一炷香拿不到紧 你就惨 管事的现在是怕 毕竟没有人不怕死 要我放过你也行 帮我找个人吧 罢命一转三人已经来到了地 只是这里的守卫貌似被人放到了 难道有人先我一步来这了 燕昭一把将管事的人拎了起来 敢耍我 人哪 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几天被抓的人都在这 燕昭心脚伴 这家伙这时候也没必要撒我 莫非是我推测错了 或许小花前是在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和邪教没有关系 就在这时地牢深处传来一声惨叫 是小花的声音 燕昭一个剑步就冲了出去 待看到有人正在对小花做苟起之事 苏牵对我杀 打死这个龟孙 别打 自己人 自己人 燕哥哥 我好想你 待看清小花受伤的脚搏的口 燕昭就气不倒一出 是不是他干的 燕哥哥别激动 他不是坏人 是我师兄 此话一出燕昭一愣 爹娘前阵子说邪教四女 不准我出门 我就偷偷跑出来 本想伸张正义的我 最终寡不敌准 被他们抓来这 师兄奉哥哥之命前来这里协助燕哥 刚好发现我在这 就来带我出去 结果半路听到你们的脚步声 我不小心把脚碗 那尖叫声是怎么费事 呃是蟑螂爬到我身上 吓得罢了 此地不宜久 我们先离开地了 明日再一怎么将你们送出去 至于刚才敲风的 那个领路的邪教授 父亲 你懂得了 等处理完小花的事 燕昭发现 舅舅已经回来了 等等 舅舅这是喝醉了 几乎可是事不在乱 想必穿着衣服 睡肯定很难受细流 哎呦歪着舅舅的身材 当真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啊 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不如趁机摸一笔 你要做什么 舅舅舅 你醒了 那 已经有了逃跑的意思 但你的朋友藏在父亲房中 莫要说 明日我会安排他离开 那教主想跑路 底下的人如果知道 肯定会产生内部矛盾 到时候我们一举将这里产 燕昭却忧心忡忡 昭儿发现古独不仅针对教徒 还牵连了许多百姓 说着说着燕昭竟然在 便宜舅舅的怀里睡着 昭儿好喜欢舅舅 将燕昭放到床上后 燕昭却在睡梦中 抓着舅舅不让走 嘴里不断说着 改变结局 重蹈覆辙的话 这让舅舅眉头几刻 燕昭是在将军府 重心准略长大 他为何会如此缺少安全感 期间必有什么隐情 要好好查查 本是侯府小少爷的 此刻却被人 吊在梁上鞭策 故事是将手滴 上级燕昭在舅舅的怀里 降死那样子 更是在梦里将舅舅 吃干又抹尽 毫不快活 结果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 自己竟然去了 顿时两眼犯晕尴尬的要死 他赶忙转过身 跟已经醒来的舅舅干 并表明自己要带着 父亲和小花离开 而舅舅则表示 要留下来将邪教彻底搅拟 根据舅舅所言 这邪教乃是 他当年绞杀叛贼的残党所言 此番前来 就是为踢除后患 弥补过错 燕昭听后再次俯身上前 我以前也犯过一个大错 现在想要弥补 不知还来不来得及 招二 是在认为 只要有这个心 什么时候都不 燕昭听后 神采意义似乎是顿武 那对付邪教仪式 我也想出一份力 帮舅舅的脑 可以吗 作为燕家子弟 你是该多历练 这是父亲端着醒酒汤啊 我滴个乖乖 这也忒苦了吧 我让父亲加了些 酱火力师的药材 燕昭瞬间血气上磨 早上果然还是被舅舅发现了 此刻他能拉个 三十两厅原地结婚了 可嗨嗨 话说小花和他师兄怎么样了 回主 一切已经安排妥了 那就好那就好 小花手上有铁证 须尽快送回五陵萌 不过有个问题 小花虽会一容术 但他这十一二岁的年纪还是不同 有了 我想到的一件多雕的好点 到时候还需救救的配合 这小家伙不是又要闹什么幺蛾子吗 画面一转 花盟主已经带人将这里进水清洁 只是到现在也没看到招儿的身影 招儿 千万小心啊 哎呦歪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小点声啊 他们还没全走 这里居然还有活着的 先把他带回去 封紧 撤壶 画面一准 殿招被人吊在了房梁上 您大人 审讯就拜托您了 舅舅手里拿着小提鞭音测测 说说看 武林盟为何独独放过了你 又或者 你们本就是月 待人明鉴 小的从未被判过御龙教 幸存下人 也不过是侥气 是吗 嘴还挺硬 看来得给你上点手段 西溜 时隔一个月 便宜舅舅的小提鞭 中间还是落在了燕招的身上 故事呢是在手里 嘴这么硬看来得给你上点手段 然后就又是一顿大型伺服 说 为什么只有你搏下来 这时坐在远处的教主讲话 别跟他废话 上绝活 用古毒 看他的嘴有多硬 便宜舅舅应声 拿起桌上的茶匙 对着燕招的嘴就灌了下去 小的虽然是刚入教的心愿 但真的没有背叛教主 燕招是边哽咽边咳嗽 将犯人演绎的是活灵活性 说完这句话还晕了过去 舅舅一看之海两多 招儿可是腔道了 没事 我装呢 说完还调皮的 在舅舅的手指上咬力 云大人 怎么没声望 然后呢 便教讲话了 然后 昏迷前 小的只隐约听到武林盟的人 对那少盟主说了什么 随机便将我丢在地上 快速离开了 教主一听也没啥有用的消息 就打发燕招去做杂业 再说蛊虫没有反 看来他所言不假 就起身走了 还让便宜舅舅跟上有话要单独谈 领走十二人 还没来演去的暧昧得起 话说舅舅特制的鞭子好厉害 再配上舅舅精准给力 以至于这些鞭横 看着下人但却腻得多不多 咱就说 这鞭子怎么这么适合某种事 嘿嘿 不行不行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事 眼下得赶紧让父亲交与我的骨头 回去给花玉泽他们迎幕 一晃三天过去了 可花玉泽他们可能还没来 难道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伴随着一阵咳嗽 燕招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虽然被烧过 但纸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熏香味 但皇室专供的熏香 怎么会出现在邪教 这时屋外传来骚动 不好了 武陵盟的人来了 快跑啊 燕招只能将这些物证带上 先走了过 再说另一点 教主带着便宜舅舅 正在地道里穿索 还那么武陵盟的人 是咋转过来 下一秒就被舅舅 用机关穿了个拓心梁 教主十几年前 你就该在南疆一战中死 怎么 教主已经忘记了吗 教主这才恍然大悟 你明明 你是当年那个少年将军 原来是你 他 他哈哈 云大师 云将军 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 你可知当年为何我能好过 当年的圣灵 怎么会那么巧合地出现 你真以为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魏国尽忠的将军又怎么了 无辜百姓又怎么了 终归都是别人手中的棋子罢 出来时舅舅戴上了面具 燕招见后心里的大事终于是落下 吴吴你终于出来了 舅舅 有没有受伤 不是 教主已经被我解决 这几日不便与你相见 那日的伤势如何了 还疼吗 燕招讲话了 几鞭子挥下来怎么可能不同 说着趁舅舅不对 在其脸上亲了一口 骗你他 招儿恢复能力可是很强的 这一切都被后面的少门主看了正常 招儿 这位是谁 不介绍一下吗 完了 舅舅一看就是不想暴露身份 这要如何解释